头条麻来持续要来关注到的是俄国的瓦格纳佣兵集团 在上个月发动了36个小时的叛变之后 后来在白俄罗斯的调停之下撤兵了 不过俄罗斯警方最近却搜索了首脑普里格金的豪宅 他们发现了成代的黄金跟美元 而且柜子里还藏有乔装身份的假发以及多本护照 包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最近却透露 普里格金现在人在俄罗斯的顺彼得报 但是普里格金至今是仍然下落不明 俄罗斯瓦格纳佣兵集团首脑普里格金 上个月发动36小时叛变 在白俄罗斯调停下撤兵至今下落不明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6号在记者会上透露 普里格金人目前在俄罗斯的顺彼得报 卢卡申科在协议中承诺将庇护普里格金和他的部队 没看见 俄罗斯的国营电视台也在此时公布警方搜索普里格金 位于圣彼得堡豪宅的画面 他们搜出成袋的美金和黄金 柜子里还有乔装身份用的假发和多本护照 报道中也将佣兵首脑形容为贪婪的罪犯和叛徒 美国情报官员透露 叛变结束后 普里格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俄罗斯 他利用分身藏匿行踪 所以无法确定他是否曾经到过白俄罗斯 卢卡申科认为 普里格金有可能被暗杀 但也强调不会是普清下的手 瓦格纳集团战力强大 既然敢背叛俄罗斯 难保将来落脚白俄罗斯 不会威胁卢卡申科的政权 白俄罗斯流亡反对党领袖就警告 瓦格纳就像是颗不定时炸弹 卢卡申科对此回应 他不认为瓦格纳会在白俄罗斯做大 俄罗斯周四对吴国西部城 利沃夫发射极因素长城飞弹 摧毁了一栋公寓大厦 救难人员仍然在瓦砾堆中寻找生还者 至少有十人丧生 这是自开战以来 利沃夫遭受最严重的空袭 美国国防部宣布下一批军援乌克兰的武器中将首次提供杀伤力强大的急速弹药 它是由许多小型炸弹集合而成 发射后若没有全数爆炸 为爆弹形同地雷一般 会对民众造成威胁 目前有100多个国家禁止使用这种弹药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